偏乡地区辅具资源相对的是比较贫乏的 对很多身障人士而言 拐杖、轮椅、抑制是他们很重要的行动工具 东里派搜索原警黄晏如 他发现复理箱万林村有一位身障长者 他所使用的老旧轮椅状况不好 影响到老人家日常生活 原警他于心不忍 立即和花莲同乡会的吴先生联络 提供一辆全新的轮椅、变盆椅还有生活用品 让这位远警可以带转给装姓长者来使用 让长辈感到好卧心 平常地区辅具资源相对都会区频繁 对许多身障人而言 拐杖、轮椅以及抑制是他们最重要的行动工具 东里派出所警员黄晏如 发现布里乡万林村有一名身障者 所使用的一辆轮椅老旧状况不佳 严重影响长者日常生活 黄警员语心不忍 立即跟花莲同乡会的吴先生联络 提供一辆全新的轮椅、变盆椅以及生活用品 由黄警员戴维转给装姓长者来使用 让长者倍感我行 分局长李宇腾说黄警员以及郭警员年轻有为 出任仅值年资尚浅便勤于走动辖区 并主动关心辖区弱势家庭以及独居长者 这次协助转介无性善心人士提供的轮椅以及病床 转送给真正需要的居民 无性善心人士与两位同仁的善心善举值得学习 警察工作不单仅是取缔干预职法 对于卫民服务方面也是非常热心的投入 身在宫门好修行 爱心不分大小 但一定要及时也期许同仁经常主动关怀 救助侠内的弱势家庭 并且透过社服单位以及转介相关基金会等等 发挥抛砖引预效果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记者高双双玉立采访报道